古代的神医因为惹怒了皇帝 被一剑射到了五百年后的现代 看着眼前晕倒的女孩 她大声呼救却没人应答 此时女孩的呼吸也逐渐薄弱 许仙只好自己动手 她用手把了一下女孩的脉搏 立刻诊断出这是心脏骤停引起的休克 她急忙将女孩放平疏通四肢的经络 然后拿出祖传的大钢针开始针灸 她先是对女孩进行实宣放血疗法 将十根手指逐一扎破 然后用钢针穿过手臂的内关血 扭一扭转一转然后再弹一弹 接着拔出来换了一根银针 抱起女孩插入头部的板灰穴 随着银针的反复扭转刺激 女孩恢复了呼吸 心脏也再次跳动了起来 经过许仙的抢救 荷拉清醒了过来 这时主治医师素贞赶了过来 经过检查发现荷拉身体十分虚弱 许仙本以为素贞会感谢她 没想到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 许仙也是一脸懵圈 难道现代人就是这么表示感谢的吗 随后许仙便被保安拖了出去 以恐吓威胁的罪名被警方逮捕 来到警局许仙意识到自己进了衙门 墙上更是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 大春伸手问许仙要身份证 结果她会错意用手摸了上去 这下可把大春恶心到家了 直接摔了金堂木把她关了起来 许仙心想接下来肯定是要挨把子了 不行得赶紧出去 她突然想起刚才被抓实无意摸到了大春的脉搏 明显是妖机老损 于是她急忙起身叫住大春 为了面子大春失口否认 但下一秒 许仙黑黑一笑 于是两人来到小黑屋 许仙掏出银针开始给大春治疗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素贞看到 气氛瞬间变得尴尬 原来素贞发现了和拉手指上的血迹 查看心电图发现她的心脏曾经骤停过几分钟 然后通过某种刺激又恢复了心脏 这让素贞十分诧异 她想起了许仙的话 难道说许仙在没有起搏器的情况下徒手救了和拉吗 她来到监控室调取了当时的画面 看着画面离许仙给和拉是真的全过程 素贞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冤枉了她 于是便来到警局想把许仙保释出来 大春告诉素贞 许仙不仅没有身份证 而且连手机是什么也不知道 搜索指纹也查不出任何信息 大春还发现 许仙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纹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摸平了 他们并不知道 这正是许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魔针所致 看着许仙一副古人的怪异装扮 素贞不相信她是一名医生 于是考起了她有关学位的问题 素贞问她是从哪里学习的针灸术 许仙一脸傲娇地表示 针灸我从小就会 而且我还是会民属受人敬仰的神医 我也不知道为何会从五百年前穿越来到这里 显然素贞并不相信她的这番话 一脸嫌弃地转身离开 许仙跟了上去 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要走 素贞转身警告她 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几天针灸就是神医了 你要是耍嘴皮子我不来你 但如果你再随意给人失真被我发现 我就把你送进警局让老底把你做穿 说完素贞从包里掏出止痛药和消炎药地给她 原来之前许仙为了救和拉胳膊不小心受了伤 虽然素贞为她缝合了伤口进行包扎 但现在麻醉药应该已经失效了 我这家够不得了 素贞叮嘱她要按时吃药 并让许仙明天到医院找她清洗伤口 不及时处理的话伤口会发炎的 许仙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当务之急是要找个客栈过夜才行 突然她两腿一加一股尿意有来 许仙看四下无人便找了个角落释放压力 这时一个老大爷走了出来 看见鬼鬼祟祟的她大声斥责 许仙有些尴尬 可抬头一看招牌 惠民属怎么和自己五百年前的加一个名字 她急忙问大爷 她已经很久以前的死亡 她的终枉是否在这里 她的终枉是否在这里 感谢观看